好 大家好 我是Yuki 又來到我們的生物教學時間了 我們要講的是內分泌 不過在開始之前照例 我們要感謝網友們的分享 因為我老掉重提 我沒辦法畫一些圖片 那我只能借用一些網友們的圖片 但是用的太多很多沒有直接獲得人家的允許 所以我只能說在此我一併感謝所有的網友 那取之網路 還之網路 如果你覺得我的課程有幫助呢 就直接分享吧 不用真的我的同意 因為我也是從大家這邊獲得很多 所以就大家一起分享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OK 那我們開始要講今天的課程內分泌了 那我們之前講過 動物對外界的刺激可以分 接到受氣之後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神經系統 一類是內分泌系統 然後做出反應 那神經系統我們已經講完了 再來我們要講的是內分泌系統 好 OK 那 講到內分泌系統 我們講一個大家比較容易知道的例子 就是現在男生到這個季 到了國中的時候開始 有些男生聲音開始會變了對不對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青春期到了 開始會分泌雄性激素 那雄性激素是哪邊分泌的 有人知道嗎 對 搞完 搞完 搞完分泌雄性激素 然後影響到男生 讓男生的聲音開始變低沉 好 但是到這邊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 想到一個比較奇怪的 就是 奇怪了 搞完到底是長在哪邊呢 它為什麼會影響到喉嚨這邊的聲音呢 它為什麼會讓男生長出喉結來 然後影響到聲音呢 難不成說 搞完是長在喉嚨旁邊嗎 是這樣子嗎 所以 搞完它所分泌的雄性激素 直接影響到你的喉結嗎 不是啊 不是 你沒看過這樣子的人對不對 各位 其實這個 你看到這張圖片可能會覺得很好笑 真的有人長在這邊嗎 其實不是 不是 他是一個喜劇演員 他是英國的一個喜劇演員 然後他用人工的裝了一個假的高丸 在走在路上想要測試 就是路人對於他的觀感這樣子 好 但是我覺得這張圖 很適合讓我們來想一想 為什麼高丸 它產生的雄性激素 可以影響到喉結 很顯然 它並不是長在這裡 它不是長在這裡 OK 它長在我們的下半身 那既然要能夠影響到喉嚨 讓喉結出現 然後聲音低沉 那顯然必須要把 它製造的東西輸送到 喉嚨這邊來 對不對 輸送到這邊來 才能夠影響到喉結的生長嘛 好了 那問題又來了 那 怎麼輸送的 用一條管子嗎 那如果要影響到其他地方 比方說要影響到男生長鬍鬚 又要有一條管子輸送到這裡來 那這樣子好像有點不是很划算對不對 那個雄性激素要影響到哪個地方去 就要長一條管子過去 這樣子很麻煩 那 所以我們思考到這裡就是想 對吼 這個雄性激素到底是怎麼來影響我們的一些生理的機能的 OK 好 講到它如何輸送 那我們就要想到另外一種 我們以前講過 胃义 腸义 膽汁 這些消化線 這些消化系統 它們都有一條管子 把養 把這個產生的 把它們產生的這個物質 比方說 膽汁 有這個 這條管子 把它輸送到小腸 然後呢 胰义 有一條管子輸送到小腸 這種 有管子的 我們 可以直接把它產生的 那個 消化液呢 輸送進來 用管子輸送進來的 這種 我們稱它為 外分泌線 我們稱它 有管子輸送分泌物的 這叫做外分泌線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這個叫內分泌線 是沒有管子輸送的 像 膏丸產生的雄性激素 沒有管子輸送 那怎麼辦呢 各位 簡單嘛 我們剛剛講要影響喉嚨 又要影響到 男生會長鬍鬚 那皮膚會變得比較粗糙一點 要影響這麼大 靠著很多管子來輸送就太浪費了 剛好我們一個現成的 叫做血管 我們的內分泌線 我們內分泌線 這些都是靠著血液輸送的 沒有特殊管子 那我們把這些沒有特殊管子 叫做內分泌線 有特殊管子的 比方說膽子一役這種 消化線 這些我們稱之為外分泌線 所以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內分泌線 就是靠著血液輸送的這種 所以 謎題就解開啦 剛剛講的膏丸 它產生的雄性激素 就是靠著血液輸送到喉嚨這邊 那 到喉嚨這裡 讓喉結開始發育 然後聲音開始變低沉 所以 它沒有一條特殊的管子 它沒有一條專門的管子 來輸送這個 它是借用已經存在的血管 來輸送的 好 靠著血管裡面的血液 來輸送 它的產物 那我們稱這種 靠著血液輸送的沒有特殊管子 叫做內分泌線 OK 好 那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我們就繼續吧 那 內分泌線啊 它怎麼影響到我們的生理機能呢 因為它會產生一些東西出來 它會分泌一些物質出來 然後 影響我們 這些它所分泌出來的物質 我們叫它激素 又稱為賀爾蒙 你一定聽過賀爾蒙這個名詞對不對 雄性賀爾蒙 雌性賀爾蒙 那 或者我們又稱它為激素 OK 那我們國中呢 只介紹 六種內分泌線 產生了七種賀爾蒙 那到高中我們要學更多 OK 國中這一段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聽過 大家都會知道 OK 好 那我們開始 那這個激素啊 它會影響我們的生長發育 影響很多 毛毛蟲又變成蝴蝶 就是由內分泌來控制的 甚至 鳥類能夠遷徙 它怎麼知道 它怎麼知道 現在該往南遷了 現在該往北飛了呢 其實也是由內分泌 所控制的 那你可以看到 毛毛蟲變蝴蝶 時間比較久一點 然後呢 那個鳥類 從北往南飛 或者 那個北返 時間也是比較久 好 所以 內分泌系統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通常 時間會久一點 不像神經系統 是立即反應的 內分泌系統 通常 時間會稍微拖久一點 它是慢慢的反應 但是呢 它反應的層面就很大 它影響的層面非常大 好 好 那這是內分泌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介紹囉 好 那 對了 剛才提到 大多數內分泌是比較慢的 但是有例外 我們待會會提到 好 OK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開始來講 那 呃 在開始之前 我們再講一下 激素 它有血液輸送到全身 那可是 並不是所有的細胞都會受到影響 比方說雄性激素 你看喔 它在讓男生 聲音變得低沉 喉嚨這邊出現喉結 可是在耳朵這邊沒有出現喉結 對不對 是 它只有針對 特定的細胞 它只針對特定細胞有影響 那 哪些細胞會有影響呢 各位 其實啊 我們的激素有點像是一把鑰匙 然後呢 我們的細胞上面有一些鎖 這個鑰匙啊 如果對不上 對不上 然後這個 這個細胞就不會受到影響 然後呢 這一把鑰匙 現在對上這個鎖了 接進去了 這個細胞就有反應了 好 所以我們的激素有點像是一把鑰匙去把 細胞的某個功能給打開 啪 打開 然後 細胞就開始攻 針對某一項事情來做工作 所以它只針對特定的細胞發生作用 不會它雖然輸送到全身 但沒有全身的細胞都開始長猴結 只有特殊在脖子這邊的細胞 開始發育了 所以它只針對特定的細胞發生作用 這個要 我們要先知道 那 講到這個 激素由血液輸送 那我想問你 從血液的什麼輸送 血液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叫做血球 一部分叫做血漿 那請問它是由紅血球呢 還是白血球 還是血小板來輸送呢 答案都不是 它是由血漿輸送的 還記得我們之前講到血漿的時候說它會運送四種東西 養分 廢物 抗體激素 好 那那個新竹的阿檢老師他想了一個很好記的方法 他說養一個廢物啊 對抗一隻很激動的雞 養肺抗雞 養分廢物抗體激素 那之前在講到這個血漿的時候 我有特別跟同學們說 養分很容易了解 廢物就CO2這些 抗體是白血球所產生的 那激素是什麼呢 那時候我們講說還沒學到 你們先記得就好了 知道養肺抗肌上就好了 現在要告訴你 這個我們所謂的激素就是荷爾蒙拉 就是內分泌所分泌的一些物質 經由血管來輸送 所以我們講血漿輸送養肺抗肌 養分廢物抗體激素 OK 那最後面這個就是我們這一張 要講的激素 荷爾蒙 所以它是有血漿輸送的 好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激素是有血漿輸送到全身 然後針對特定的細胞發生作用 OK 好 我們國中指介紹六種內分泌線 從頭到下半身是腦垂線 甲狀線還有埋藏在甲狀線裡面的副甲狀線 還有胰島 不是胰臟嗎 怎麼是胰島 我們待會說明 還有身上線 最後是性線 那男生女生唯一的差別就在於性線 男生的性線是高丸 女生的性線是卵巢 那其他 腦垂線 甲狀線 副甲狀線 胰島 身上線 男女生都沒有什麼差異 但是到了性線這邊 男女生差異比較大 好 那我們先看腦垂線 腦垂線 胃在大腦的下方 它可以分泌很多種激素 那我們課本裡面只有講到一個 你不要以為它只分泌一種 其實你到高中你會學到更多 它分泌很多種激素 然後可以控制這些激素 你現在該多分泌一點 你現在該分泌少一點 所以我們稱它為內分泌系統的主宰 那它的大小很小 你不要想說它是主宰就很大 沒有 它只小小一個而已 像豌豆一樣大小而已 但是這一小顆豌豆 你如果把它切掉你就完蛋了 因為你的內分泌系統整個亂掉 你可能就因此會死亡 所以 這顆小小的豌豆 可是非常寶貴的 這是腦垂線 那在我們國中 我們會講到它會分泌一個叫做生長激素 生長激素呢 跟你的生長發育有關 它會刺激你 它會讓你的骨頭兩端的生長板 在你那個青春期發育期的時候 這生長板會生長 所以你人可以長高 然後骨頭會拉長 人可以長高 那在青春期如果分泌太多的話 會變成巨人症 長得超高的 這是巨人症 很高 然後呢 如果分泌不足你就會祖乳症 很矮 矮一點 那分泌正常 那就正常人啦 好 那如果過了生長期之後 分 比方說 過了生長期之後才 分泌很多生長激素 你不會再長高了 好 所以 只有在青春期這個時候 還有在幼年期的時候 有兩個階段長得特別快 然後 過了青春期 如果你覺得你長得不夠高 你去醫院裡面打生長激素 對不起不會再長高了 那這時候 這些生長激素 只會讓你的手指鼻子耳朵變大 這叫肢端肥大症 但是 我們國中就暫時不講這個 你只聽過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那我們講 在成長期 我們國中只講 在成長期分泌過都會是聚人症 分泌過少是朱乳症 好 那記得 朱乳症 它只是比較矮一點 它的心智功能是正常的 我們待會會講到一個很類似的 但是心智功能就會比較弱一點 好 這是腦垂腺的生長激素 再來 我們要介紹 甲狀腺素 對不起 在介紹甲狀腺素之前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它的重點 好 生長激素它的功能是什麼 促進生長發育 它是由腦垂腺來分泌的 當它分泌過多 在青春期分泌過多 會是聚人症 在青春期分泌過少 它會變成朱乳症 但是智力沒有影響 OK 好 那我們進入甲狀腺 甲狀腺在我們的喉嚨兩邊 在氣管的兩旁 它可以分泌甲狀腺素 那它的功能是調節我們身體的代謝作用 當你的甲狀腺素 分泌過多 這是甲狀腺 它就在包在氣管旁邊 那分泌過多的時候 你的代謝功能會加快 然後你就會神經興奮 然後心跳加快 然後可能還會失眠 焦慮這些狀況 那分泌不少 分泌太少的話呢 你的身體代謝功能就會變弱 然後吃進來的養分沒有代謝掉 所以你就變胖 然後容易變胖 然後水腫 那如果是在青少年 如果是在發育期 幼兒期或者青少年時期 你的甲狀腺素分泌不足 你會成為呆小症 你想想嘛 我們剛剛講 甲狀腺素它可以促進身體的代謝 大腦是不是細胞 是啊 它也需要代謝啊 它也需要養分啊 然後經過代謝之後 產生廢物 然後腦細胞才能夠生活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 甲狀腺素不足的時候 腦細胞能夠 進行的代謝作用就變慢了 所以腦細胞的發育就變差 所以 這個 幼年 幼年 時期 如果你的甲狀腺素分泌不足 第一個 你會長不高 因為你的細胞獲得不到足夠的養分 你沒辦法長高 第二個 你的智力還會受到影響 這叫做呆小症 好 這跟剛剛的那個生長激素的 朱乳症就不一樣 朱乳症 只是比較矮 可是 智力是正常的 甲狀腺素分泌不足 就會造成呆小症 智力是受影響的 好 那 呃 因為這個甲狀腺素啊 分泌過多 會造成興奮 緊張 代謝加快 所以就會有消瘦的 情況 所以在很多 那個 呃 減肥藥裡面 會給你偷偷加 合法的減肥藥 好 這些不會 但是 比方什麼泰國皇室 最新秘方 好 清朝不傳的 秘方 這些 好 減肥藥這種 各位 這種來路不明的減肥藥 它為了要讓你真的能夠減肥 它裡面會給你加 甲狀腺素 那 甲狀腺素吃多了 你就是 可能心跳加快 然後晚上睡不著覺 會有焦慮啊 這些 狀況出現 好 那 還有 就是 如果是 有些人是假 有些人不是因為吃了甲狀腺素 有些人是因為 甲狀腺腫大 然後造成甲狀腺功能抗進 那它可能會有 可能會有 眼睛凸出來 怕光 心悸啊 心慮不整 然後頭髮 脫落 吸收的這些問題 好 所以 這甲狀腺功能 你太高 不好 太高的話 人還會消瘦 太低也不行 太低的話會 那個水腫 變胖 然後甚至會有憂鬱症 好 這是 甲狀腺 好 所以 我們整理一下 甲狀腺的功能是 調節身體的代謝作用 它是由甲狀腺 來 分泌的 分泌過多 消瘦 心悸 心率不整 然後睡不著覺 焦慮 這些 分泌過少 你會水腫 然後帶小症 好 如果是小時候 還會變成帶小症 好 長得 長得很矮 像 諸如症的外觀 可是呢 它 除了諸如症的外觀之外 它智力受到影響 所以這是甲狀腺素 對身體的影響 好 因為它 影響我們的代謝作用嘛 所以當它不足的時候 這些狀況 一個一個都會出現 好 那 再來 甲狀腺裡面 你從背面看 從背側看 在甲狀腺裡面 還埋了四個 其他構造 叫做負甲狀腺 那這個負甲狀腺呢 它可以調整 鈣的濃度 它可以分泌 負甲狀腺素 然後調整我們血液當中 鈣的濃度 那 這個呢 它通常有四個 在 它包覆在甲狀腺裡面 在內側 在背面 然後呢 有四個 好 那它 功能就是調整 血液當中鈣的濃度 那是由 負甲狀腺所分泌的 分泌過多的時候 然後你的血液當中的鈣就變多 然後骨頭裡面的鈣會變少 造成骨質疏鬆 分泌過少的話呢 你血液當中的鈣不足 結果會造成抽筋 所以 負甲狀腺素不足的人 會不斷的抽筋 然後走路也沒辦法正常走 然後走路沒有力氣 然後甚至 呃 很 你如果曾經抽筋過 你就抽筋過一次就知道很痛 可是他們是隨時在抽筋 所以這個小小的像豌豆 四顆豌豆小小的 它分泌的東西才一點點 可是 影響到你的生活很多 它是調節血液當中鈣的濃度 好 這是負甲狀腺子 好 再來 我們就要講到重點啦 我們要講到這一章的重點了 胰臟裡面的胰島組織 呃 胰臟跟胰島有什麼差別 胰島 位在胰臟當中 那 分泌 你說胰島是什麼 就分泌胰島素 胰島分泌的一個激素 我們叫它胰島素 好 所以你常聽到胰島素 就有胰島分泌的 它位在胰臟當中 它 如果你把胰臟想成是一個海洋的話 今天這個胰臟 那它就漂浮在這胰臟裡面 你說等一下 等一下 老師 老師 胰臟不是分泌疑液嗎 對 它分泌疑液 然後呢 除了分泌疑液之外 齁 這個呢 有一些細胞 胰臟有一些細胞 分泌疑液 那 呃 還有一些細胞 就是我們講的胰島 胰島組織 它會分泌 胰島素 以及生糖素 這兩種不同的激素 所以 我們講啊 胰臟是萬能的 它可以消化掉 蛋白質 糖類 還有脂質 然後呢 它 所以你有個萬能的儀藏 對不對 儀藏就是你媽媽的姊妹的先生嘛 儀丁 你有個萬能的儀藏 而且它還有儀 對不對 很有錢 它還有儀藏 它有儀藏 幫進到小腸裡面 幫忙分解食物 儀藏 它很有錢 可是 它更神奇的地方在於 它還是一個內分泌線 它除了是外分泌線之外 它還是內分泌線 這才厲害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這一部分 產生 這一部分產生儀藏的細胞呢 它 產生的儀藏 馬上就經由管子輸送到小腸去了 好 這一個 它有特殊的管子 所以這是外分泌線 這裡呢 你說老師這邊也有管子啊 它輸送的 這有管子啊 不是不是 仔細看一下 這是血管 這是血管 這不是特殊的管子 這是血管 所以這是內分泌線 那 胰島組織就散布在儀藏裡面 那 所以 胰藏很特別 它又是外分泌線 又是內分泌線 那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這個內分泌線的部分 胰島組織 好 胰島可以分泌兩種激素 一個叫做胰島素 一個叫做生糖素 這兩個激素功能完全相反 剛剛好相反 很特別 好 那我們先介紹胰島素 胰島素呢 可以降低血糖濃度 什麼叫血糖 血液當中的葡萄糖 我們叫他血糖 我們叫他血糖 胰島素 能夠讓血液當中的葡萄糖降低 那 怎麼怎麼做到的呢 好 我們講 這些 激素就像一個鑰匙嘛 好 現在我們把胰島素 經過血液 輸送到全身 輸送到細胞這附近 好 跟細胞結合了 打開細胞的 功能 開始把葡萄糖 讓他促使 葡萄糖進入細胞當中被利用 好 現在讓細胞把葡萄糖給輸送進來 好 我畫的這一點一點的藍點 是葡萄糖的意思 OK 好 那既然 這附近的葡萄糖 細胞附近的葡萄糖被用完了 那血液當中的葡萄糖 微血管當中的葡萄糖 當然就會擴散過來啊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擴散過來 所以血液當中的葡萄糖就降到安全的標準 你說 老師 那沒有胰島素 血糖沒有降下來會怎麼樣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沒有胰島素的話 血糖沒辦法降下來 好 現在缺乏胰島素了 所以第一個 血糖 這些葡萄糖 我們剛剛講 有了胰島素之後 這些葡萄糖才能夠進到細胞裡面去 它促使 葡萄糖進入細胞 可是現在沒有胰島素啦 進不去 所以 第一個結果就是 這些細胞 吃不飽 餓肚子 我快餓死了 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快餓死了 第二個 第二個 細胞 細胞附近有很多葡萄糖 所以呢 外面糖類的濃度高 細胞裡面糖類的濃度低 這就造成外面水分少 細胞裡面水分多 所以水分會 滲透出來 細胞的水分會流失出來 所以這個細胞又吃不飽 水分又流失 欸 它就變得很脆弱 所以當 胰島素不足的情況很嚴重 也就是說 呃 的時候 這個細胞是很脆弱的 好 那這些過 糟糕 來 那這些過多的 血糖 這些血糖 它就沒辦法用掉 它就一直 維持在 血液當中啊 那當它 流到腎臟的時候 我們的腎臟會說 哎呦 微血管裡面怎麼 血液裡面怎麼葡萄糖這麼多啊 把一些排掉排掉排掉 這時候 糖類就被排到尿液裡面去了 這就叫做糖尿病 所以 胰島素缺乏 就會得到糖尿病 好 那 所以你說老師 那糖尿病的 那個尿是甜的嗎 對 是甜的 老師你喝過你怎麼知道 我沒喝過 但是我看過螞蟻爬過來過 糖尿病 糖尿病 患者 它的尿液 真的會吸引到螞蟻 因為它裡面有糖 好 會從 過多的糖會從腎臟排出去 所以 你看喔 我們講 葡萄糖沒辦法進到細胞裡面被利用 所以這個 細胞 會 處於飢餓的狀態 那飢餓的時候就比較脆弱 再來外面的 糖的濃度又比較高 所以水分會被 那個滲透出來 好 為了要把這些糖給稀釋掉 所以每個細胞都這樣子滲透 然後這個細胞缺水 又養分不足 然後它就 比較脆弱 容易死掉 所以 糖尿病的人有幾個特徵 就是 第一個 它多尿 為什麼 它的細胞裡面的水分都把它排出來了 然後所以 它會比較多尿 第二個 它會容易餓 因為它細胞沒有獲得足夠的養分 它容易餓 這是糖尿病的患者 會有的 病症 好 那 糖尿病嚴重的時候 胰島素分泌不足 嚴重的時候 好 就 這細胞可能會死亡 好 我們待會再說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胰島素 胰島素我們剛剛講的 它就像是一個鑰匙 打開細胞的這個功能 讓葡萄糖可以進到細胞裡面去使用 好 可是有時候一次進去太多了 用不完 怎麼辦 我們講 形成肝糖 好 在細胞裡面 形成肝糖儲存起來 我們之前講過 呃 葡萄糖太多的時候 在動 在植物會儲存為 澱粉 那在 動物呢 就儲存為肝糖 好 那澱粉跟肝糖這兩個 這兩個我們稱之為 呃 租存性糖類 它 比較 它的體積比較小 適合釋放在 放在細胞裡面備用 啊 等到需要的時候 再把它 再把肝糖 拆成葡萄糖來供我們使用這樣子 喔 它是儲存起來 那比較 體積比較小的一種糖類 所以我們稱它為 主存性糖類 好 呃 在肝臟裡面很多 所以我們稱它肝糖 那在一般的細胞裡面也會有 就是 如果很多葡萄糖進到細胞裡面去的話 那 用不完的 一時之間用不完的 就是 一時之間用不完的 就是儲存為 那個 呃 肝糖了 好 好 那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 再來 血糖降低之後 有可能降得太低啊 這時候 或者 比方說 你一餐沒有吃 血糖會降低 或者你剛運動完用掉很多 那個 血液當中的葡萄糖 這時候呢 胰島會分泌另外一個基素 叫做生糖素 它可以讓肝糖轉變成為葡萄糖 然後 有了這個 生糖素呢 把肝糖 把細胞裡面 變成肝糖轉變成葡萄糖之後 那 血液當中 葡萄糖夠用 那有些細胞 它需要葡萄糖呢 就把它需要的東西拿走 來獲得足夠兩份 好 那如果沒有這個生糖素的話 你可能會因為低血糖而混導 好 這是 胰島它分泌兩種 完全功能相反的基素 很特別吧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血糖 在我們身體裡面 就這樣上上下下動個不停 你剛吃完飯 你剛吃完飯的時候 本來你的血糖是正常的 可是你吃完飯 過一陣子之後 消化吸收 那個糖類分解成為葡萄糖 然後進到那個 小腸絨毛裡面的微血管 欸 進入微血管之後 血糖濃度上升 血糖濃度上升 我們說這時候就開始分泌胰島素了 要趕快分泌胰島素了 趕快把葡萄糖放到細胞裡面 好 促進細胞利用 然後呢 這時候 血糖就變少 血糖變少 胰島素分泌就變少 然後恢復到正常情況 好 可是過了一會 血糖濃度降低了 因為 細胞把一些血糖給用掉了 這時候血糖濃度降低 這時候呢 趕快 胰島要分泌 生糖素 把細胞裡面 主存的肝糖 釋放出來 成為葡萄糖 然後呢 再釋放到血液當中 讓我們的血液裡面的葡萄糖 再恢復到正常的比例 如果這邊 如果這邊 出了問題 你就會低血糖 可能會昏倒 如果這邊出了問題 就是高血糖 可能就是糖尿病 所以 這兩個 它就不斷的在這邊 調節我們身體裡面的 葡萄糖的濃度 這是胰島 它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除了讓你能夠消化食物之外 對不起 胰臟非常非常重要 它除了分泌胰島 那個胰液 讓你消化食物 它裡面的胰島組織 分泌的胰島素 跟生糖素 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什麼時候胰島素 會分泌比較多呢 吃完飯一陣子 你這時候吃飯 然後呢 小腸消化吸收之後 欸 血糖變高了 血糖變高 我們要趕快把它控制下來啊 血糖變高起來 我們要趕快把它控制 所以開始分泌胰島素 開始分泌胰島素 胰島素就分泌多了 然後呢 血糖降下來 然後可能有點降太低 分泌一點生糖素 這樣恢復正常 然後維持一段時間 到了中餐 吃了之後 血糖上升 胰島素分泌也開始上升 然後血糖下降 好 我們的 我們的血糖變高 胰島素就趕快跟著分 那個分泌高一點 好 欸 到了下午 為什麼血糖會上升 有人會吃下午茶嗎 吃了下午茶之後 血糖上升 胰島素要分泌一下 好 我們華人的習慣 晚餐吃得很豐盛 胰島素也分泌得特別旺盛 好 這就是胰島素分泌 跟我們吃飯時間是 呃 會有一點點落差 因為吃完 吃完之後 要一段時間消化 血糖才會上升 這時候 胰島素才會大量分泌 好 那如果你的胰島素分泌不足 就會造成糖尿病 你就不 你就要常常要去偵測 你的 你現在的血糖有多少 好 我們剛剛講 胰島素分泌不足的時候 細胞吃不飽 然後呢 還會有點脫水的狀況 所以呢 它 有些細胞會死掉 那這是很嚴重的疾病 那我們要隨時監測你的血糖 狀況如何 那可能需要打針 好 那以前 得到糖尿病 呃 只有有錢的人才有辦法治療 為什麼 因為得到糖尿病是胰島素不足啊 那胰島素不足怎麼辦 補充胰島素 那你去哪邊拿胰島素 以前人想到的方法 以前人想到的方法就是 從牛或豬的身上獲得 可是那很少 所以不容易 好 講到這邊 有人講說 老師 那那個糖尿病 這麼可怕 那我 是不是 糖尿病是不是吃糖吃太多 所造成的 是不是少吃糖就不會糖尿病 好 糖尿病是不是吃糖所造成的 其實 不是 其實糖尿病跟吃糖沒有直接的關係 你要說有間接關係 它是有一點的 因為你吃糖吃太多 可能會變胖 變胖冷身體就容易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糖吃太多 你身體變胖 有可能會得到糖尿病 但是 如果你不是吃糖吃很多人 還是有可能得到糖尿病啊 為什麼呢 因為糖尿病主要是遺傳所造成的 像 像有些小孩子 有先天性的糖尿病 才剛出生就有糖尿病 你總不能說他在媽媽肚子裡面吃糖吧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先天性的 它是遺傳基因所造成的 那 後天長大之後才得到糖尿病 很多也都是有家族病史 有沒有 這家人特別多人得到糖尿病 所以這跟基因比較有關 反而跟你的飲食習慣 跟你的飲食 你有吃是不是吃很多糖 關係不太大 當然你吃得很胖 那當然還是會得到糖尿病 但是 它不是主因就是 主因是遺傳基因 比較有關 那 糖尿病嚴重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我希望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如果你家 我每次給大家看這個相片的時候 我都要跟各位講 你不要把它當作笑話再看 你也不要用這種很輕視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 這些都有可能發生在你的爺爺奶奶 爸爸媽媽 甚至是你以後的自己 好 那我們看人家的疾病 我們要感謝他們願意讓我們知道這些事情 願意他們提供他們的相片 讓我們知道這些事情 好 那我們要看的是糖尿病 糖尿病嚴重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 細胞會死掉 所以它會 潰爛 它會潰爛 你看它的組織潰爛掉了 那 末端這些 所以 因為它 就是 末端這裡可能 已經血液不太能夠輸送到這邊 因為它濃度太高嘛 好 那 這邊的細胞 可能很脆弱 然後死掉了 所以 就慢慢會 潰爛掉 嚴重的糖尿病 需要截肢的 因為它的 它的傷口很難好 它的 因為糖尿病我們剛剛講 它獲得不到足夠的養分 那 又脫水 所以它 其實細胞很脆弱 那 有傷口要長新的細胞 它長不太出來 所以就容易潰爛 所以嚴重糖尿病必須要解脂 所以 如果糖尿病 千萬不要輕忽它 這是非常嚴重的疾病 好 那如果你家人 有糖尿病 那你要多多了解一下 糖尿病的一些相關訊息 才能夠給你的家人一些建議 好 所以 這就是我給大家看這相片的原因 千萬不要以為這跟你無關 不 我們學生物我講 學生物不是為了要烤100分 當然烤100分很好 但是學生物最主要的是 它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好 那 得到糖尿病怎麼治呢 我們剛剛講 以前的人想到 就是從牛跟羊的身上 萃取胰島素 可是啊 這有難度耶 因為你想 一個成年人捐血的時候 男生 醫院最多讓你捐個500cc 因為你身體裡面的血液不多啊 我們身體裡面的血液 大概是體重的 十三分之一 以65公斤的人來講 就是你身體裡面血液大概五公斤而已 五公升 那一頭牛就算比我們多一點 比我們大隻 他能夠抽的血也不多 好 那 而且抽一次出來 一次就用完了耶 你打一針就用完了耶 還記得剛剛看到的這一張嗎 我們看到的這一張 欸 早餐 中餐 晚餐 都要打胰島素耶 可是你從那個馬的牛馬的身上 萃取的這個胰島素 可能你只打一劑 早餐打完就沒啦 所以可能還要在熬啊 所以其實以前 得到糖尿病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算你 很有錢 家裡很有錢 你買得起從牛跟馬萃取的這些胰島素 但是 量很少 你很難買得到 第二個它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牛跟馬的胰島素 畢竟跟人的胰島素不一樣啊 你打到身體裡面去 那效果不好啊 打進去之後 欸 可能只有人的胰島素的80%的效果 甚至在更低 所以效果不好 那又貴 效果又不好 所以以前得到糖尿病 基本上就是 呃 就不管你是有錢人買得起 胰島素還是買不起 大概就是 最終就是等待死亡這樣子 那 可是現在我們 科學進步之後 對於糖尿病我們有比較好的方法 一樣要打胰島素 但是這時候 我們不再用牛跟馬的協議來萃取胰島素了 我們讓細菌來幫我們產生胰島素 我們找一個正常的 呃 那個 胰島素 胰島正常 胰島素可以產生正常的人 然後把 利用生物科技把這段基因減下來 然後把它放到 大腸桿菌或者是酵母菌的身體裡面去 然後呢 大腸桿菌啊 20分鐘就可以繁殖一袋 一隻變兩隻 兩隻變四隻 四隻變八隻 八變十六 十六變三蛇 三蛇變六四 一六四一二八 這樣子一直變上去 很快的就一大堆的大腸桿菌 一大堆的酵母菌 那你要養牠們 又比養牛跟馬來的簡單 你只要給牠糖水 你只要給牠葡萄糖水 牠就可以活得很開心 所以各位 你買的那個飲料 早點喝完 要不然裡面就長了一大堆細菌 因為糖水他們很愛 那你給牠足夠的糖水 牠就一直繁殖一直繁殖 那繁殖很多隻大腸桿菌 牠就一直幫你產生胰島素 所以我們就可以獲得到足夠便宜的胰島素 所以現在很多人可以在家裡面自己打胰島素啦 可以在家自行師打 那可以好好控制一下糖尿病 所以現在糖尿病是可以控制的 那當然打針還是很痛啦 那而且打多了 每天要打四劑 要分四個地方打 要不然同一個地方針孔會很嚴 會潰爛掉 所以必須要分不同地方打 那還是很辛苦 那至少牠是一個可以控制的疾病 牠不是致命的疾病了 所以你要感謝科學進步 救了很多人 讓很多人活得更有尊嚴 好 OK 來 那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胰島素 胰島素 調節血糖 那它是由胰島分泌的 分泌過多的時候 你的血糖會過低 會昏倒 分泌過少的時候 血糖過高 糖尿病 好 那 剛剛我們沒有講到血糖過低 昏倒這部分 各位 如果你看過 你的家人有在打 胰島素的 阿公阿嬤 可能會帶一顆糖果在身上 為什麼 因為胰島素剛打下去的時候 血糖可能過低 會昏倒 好 那這時候你說血糖過低 趕快吃飯 來不及 要消化 要一段時間了 所以就吃糖果 一顆糖果吃下去 糖果不需要 裡面的糖類不需要消化 就可以直接吸收 然後就可以讓血糖上升 就不會昏倒了 所以 很多人就會在身上帶一顆糖果 已經糖尿病 為什麼要帶糖果 就是防止昏倒 因為打了胰島素之後 可能會血糖過低 好 再來 生糖素 生糖素 它是 讓血糖的濃度上升 有胰島分泌 好 那分泌過多的時候 你的血糖會過多 因為血糖上升高 太多 碼糖尿病 分泌過少 就是血糖過低昏倒 好 所以它剛好跟胰島素 兩個完全相反 但是它都是由胰島來分泌的 超有趣 生物真奇妙 我每次都覺得 這個世界太奇妙了 好 這是我們的生糖素 好 那我們剛剛講 細胞需要血糖 它才能夠活動 可是有時候一些緊急狀況 血糖不夠怎麼辦 我們趕快分泌生糖素 每乎來不及 生糖素分泌要有點時間 要多久的時間 你有沒有那種經驗 就是肚子餓 餓過頭了 不餓了 吃不下飯 對 那就是 你餓過頭 血糖下降了 生糖素開始作用 然後呢 你的血糖恢復正常 之後你就不餓了 好 回憶一下大概多久的時間 生糖素分泌出來 到調整血糖濃度 大概要30分鐘的時間 緊急狀況耶 我血糖不足 還等30分鐘 能夠等30分鐘 就不叫緊急狀況了 好嗎 所以 生糖素這時候用不到 那怎麼辦 我們身體有另外一個機能 我們派另外一個內分泌來做這件事情 叫做腎上腺 腎上腺是 少見的緊急狀況用到內分泌 我們之前講神經系統速度比較快 內分泌通常速度比較慢 但是這邊有個例外 腎上腺分泌的腎上腺素是例外 它是緊急危難的時候產生的 好 那腎上腺為什麼叫腎上腺 因為它就在腎臟的上方 像一個抖力一樣 它一樣可以分泌很多種激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國中要教的腎上腺素 好 那這腎上腺素呢 可以讓你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它趕快把細胞裡面 主存的肝糖轉變成為葡萄糖 然後呢 讓這些葡萄糖都可以進到細胞裡面 被細胞來使用 然後發揮力量 應付緊急狀況 你一定聽說過有那種車禍發生 媽媽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壓在車子底下 所以她好緊張趕快衝過去 把車子抬起來 小孩子拉出來 一手抬起車子 一手把孩子拉出來 哇賽 像超人一樣 可是過一會 你叫他再拉 拉不動了 沒辦法再搬這個車子了 而且整個人虛脫 為什麼 腎上腺素分泌過 結束了嘛 他已經用完這個力量了 所以腎上腺素 讓你應付緊急危難的 還有 我們講狗級跳牆也是 狗平常跳不高 可是當他被其他的 更凶惡的狗追的時候 他很緊張很緊張 腎上腺素分泌很多 他忽然遇到一堵牆 他就跳過去了 我們講 這個腎上腺素 可以讓你應付緊急危難 可是 可是 這個危難過了之後 你就 整個癱了 就沒力了 OK 因為你的血糖也用完了 好 那緊急狀況 他只能應付緊急狀況而已 OK 好 那 我有看過復仇者聯盟嗎 裡面有一個人 很像是腎上腺分泌過多 有沒有 很暴力 然後很強 很強這樣子 誰啊 你覺得是誰 對嗎 浩克 浩克 浩克好像就是腎上腺分泌過多的感覺 OK 好 那 所以你就想到 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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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克 那我是不是一直打腎上腺素 就變超人了 不行喔 不行喔 各位 腎上腺素要發揮作用 還需要有一個器官來幫忙 我們剛剛講 激素是由誰輸送的 是由血液輸送的 腎上腺要能夠發揮作用 心臟要幫忙 所以你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心跳會加快 有沒有 然後 如果你被 Eat 抓走了 你看到他 你非常恐懼 腎上腺素 大量分泌的時候 心跳加快 各位 心臟弱一點 就會引發心臟病亡死亡 所以不是打腎上腺你就會變超人 打一打你可能會變死人 對 心臟病 突發 所以 不要沒事 做一些有的沒有的 其實你可能會 不要做一些傻事 不要以為當超人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可能會變死人 所以 我們還是維持 內分泌都正常 就好了 不要想一些什麼 自己打內分泌變超人 這種事情 沒這回事 OK 好 那我們要繼續 我們下一個 最後的最後的 我們要講 性腺 好 性腺是男生跟女生 不一樣的 男生的性腺是膏丸 膏丸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製造精子 第二個是分泌雄心激素 好 好 那 第二個 女生的性腺是卵巢 它可以分泌卵子 然後可以分泌 那它製造卵子 對不起 製造不是分泌 它製造卵子 然後呢可以分泌雌性激素 那這個性腺啊 讓男生跟女生表現出第二性征來 第二性征 什麼 就是男生 會長鬍子啊 有猴結啊 女生 在那個青春期開始 胸部會發育啊 然後聲音會比較稀一點 皮膚會比較光滑一點 這叫做第二性征 欸 有第二 那有第一嗎 有 那什麼是第一性征 外表看得到的 比方說男生的高丸 嬰狼在外面 高丸在這邊 這個就是第一性征 很明顯 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我們稱這叫第一性征 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就可以分辨男生女生的差別 這叫第一性征 那第二性征是到了青春期之後才出現的 這是第二性征是因為這些性腺所分泌的雄性激素 雄性激素所造成的 這是青春期出現的我們稱它為第二性征 好 那是由性腺所分泌的 OK 好 那如果你的性腺被切除 你的第二性征可能就會慢慢消失掉 比方說金庸小說裡面有一個東方不敗 武林高手叫東方不敗 他是個男生 他是個男生 可是他為了要練那個傳奇武功 葵花寶典 他把自己的蛋蛋給切掉 他叫自公 就變成太監這樣子 那他蛋蛋切掉了 所以他就不會分泌 他就不會分泌雄性激素啦 所以他就慢慢的 鬍子也掉了 聲音也不會那麼低沉了 慢慢的像個女生一樣 這是他小說當中的東方不敗 為了要練葵花寶典 然後犧牲了自己的某部分的功能 然後練爵士武功這樣子 然後比較像女生 你說老師 為什麼這個真的這麼像女生 對 因為這是找女的演員演的 所以真的很像女生 好 OK 好 那你說老師 那我把 對不起 好 抱歉 那在歷史上 歷史上 我們 我們中國 除了武俠小說裡面 這東方不敗之外 我們中國裡面其實是有一些 真的是把姓憲給切除的 就是在皇室 皇宮裡面的太監 他是真的把 那個高丸跟 陰莖都切除掉 然後 所以他們就表現的 所以你們會看到 電影裡面 九千歲 劉瑾 九千 不是 對不起 魏忠賢 九千歲是魏忠賢 魏忠賢 他聲音是尖尖細細的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雄心激素了 好 那 在國外 是沒有在皇宮 皇宮裡面 是沒有這樣子的太監 但是呢 在國外有另外一批人 他們一樣會把 自己的高丸給切除 就是 燕陵 那這位 好 他是 歷史上最著名的 燕陵 南高音 為什麼會有燕陵這個角色呢 以前啊 女生的地位很低 所以女生不能夠上台表演 可是總要 可是 舞台上總不能全都只有男生吧 還需要有一個女生的角色來 有一些女生的角色啊 那怎麼辦呢 那 就有一些小時候 聲音比較尖細 然後呢 呃 的男生 來扮演 啊 可是男生 到了青春期 還是會變聲啊 那怎麼辦 就在他們還很小 還沒辦法 還沒有變聲之前 就把他的高丸給切除 那因為他 還沒到青春期 高丸就被切除了 所以他一輩子 聲音都不會改變 那這叫做燕陵 那他唱的是非常高音 喔 我們稱這個叫燕陵南高音 那這一位呢 這 呃 Ferry Lely 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 燕陵南高音 因為他的音域非常的廣 可以唱的音高非常高 喔 那有他的電影 但是 欸 你們應該找不到了 嘿很久了 OK好 那 這是 他因為 就沒有經 他的青春期 就沒有性線 可以分泌雄性激素 所以他就 聲音一直都保持 像女孩子一樣 像我以前也是唱 女高音的啊 可是 到了國二之後 聲音變 我現在上不去 下不去 所以我現在低音下不去 高音上不去就很 很窘 就很討厭 那可是我 國小跟高一 國小跟國一的時候 合唱團 我都唱女高音部的 因為就是 聲音就比較 尖細一點 那 到了國二之後 雄性激素分泌了 聲音就變低沉了 就沒有 沒辦法了 那燕陵就是因為 他們還在國小的時候 就已經把他的 那個 鎬丸切除 他的聲音就一直維持 是比較高的聲音 所以他可以扮演 女生的角色 好 那你說老師老師 我爸爸 去做結紮 所以我爸爸 是不是也會 聲音慢慢變得尖細 然後鬍子會掉下來 像那個東方不敗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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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剛剛講那個 東方不敗 那叫煙割 是把鎬丸給切除 那可是你爸爸做的 叫做結紮 不是煙割 什麼叫結紮 來 我們看一下 高丸 高丸它是 可以產生精子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產生精子 經由蘇精管 輸送出來 然後混了精液之後 從陰晶 射精出來 所以精液裡面 會有精子 那我們就把這個蘇精管 給切斷 精子來到這裡 就過不去了 所以 這樣子 精液裡面沒有精子 就不會懷孕了 這叫做結紮 所以結紮之後 結紮之後的男生 他 就不會生小孩了 啊 可是呢 你說 那精子不就全都死在這裡 對 死在這邊 然後會被吸收掉 其實精子也沒很多 幾億個精子才一點點的量 才一大針頭的大小而已 所以 所以其實沒多少 尤其像我們的身體 每天都有細胞死掉 每天都有一些被自己給 吸收分解掉 所以這沒什麼 就是在這邊 精子在這裡死掉 然後就被吸收分解掉了 好 那 可是 請你看一下 這個蘇精管 被切斷 會不會影響到雄性激素 會不會你想想 雄性激素是有什麼輸送的 你想一下 是蘇精管嗎 好像不是嘛 我們剛剛講的是 是經由血 漿 欸 你沒有把睪丸切除欸 所以他還可以分泌雄性激素啊 然後呢 你也沒把血管切除啊 所以他還是可以經由血管輸送到全身啊 所以 男性結紮之後 不會生小孩 可是 他還是 表現得像男生一樣 因為他雄性激素還是正常分泌 還是正常的啊 所以還是會長鬍子啊 聲音還是維持一樣低沉啊 所以 這是結紮 不會影響到 男生的第二性征 欸 你又說不對啊 老師不對啊 不對啊 我家的狗結紮之後 就不會發情了 就沒有第二性征了 為什麼你說男生不會 各位 各位 因為啊 狗其實不是 其實狗 你講結紮 這是錯的 它其實不是結紮 狗 是煙割 狗 它是真的把蛋蛋給割掉 所以它就不會再發情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寵物啊 寵物啊 這不是結紮 這叫煙割 那我們看一下圖片 你就知道 其實它是把這個 蛋蛋都整個給割下來 好 還包含書金管 還有蛋蛋 都把整個取出來 所以 你家的寵物結紮之後 它就再也不會發情了 你說老師好 好噁心喔 我捨不得 我也捨不得 可是 還是得做 因為 如果你家不是寵物繁殖場的話 如果你家不是繁殖場的話 你想 這個寵物它一直在發情 可是它卻找不到對象 是很可憐的事情 再來 它到老年的時候 這都會是疾病 尤其是雌性的動物 雌性的狗跟貓 年紀大的時候 年紀大的時候 它還會有子宮蓄膿的問題 那時候你要 你要開刀更危險 因為它已經老了 恢復能力變差了 你才要開刀 這時候它可能會受不了 所以趁著它還年輕 恢復力很強的時候 幫它做這個結紮 反而對它是好的 我知道很難 我自己 我自己是念這個的 其實我 當初我忍耐了好久 才把我的貓跟狗送去結紮 可是說真的 真的要做 這對它們是好的 那 尤其是雌性的 母狗 母貓 牠們的結紮手術 是一個很大的 不像公狗 只是把狗丸取出來而已 母狗母貓是要把 卵巢取出來 卵巢是在身體裡面 還要把子宮取出來 這是大手術 所以你如果等到它老的時候 才等到它開始子宮蓄弄 你才要動這個手術 它的身體會負荷不了 所以趁著它還年輕的時候 幫它做 反而是為它的好事 所以捨不得 對 哀悼很痛 對很痛 可是你捨不得 它反而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所以幫它做這是比較好的事情 OK 好 那到這邊 我們的內分泌就講完了 如果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告訴我 我有空的時候我可以來回應 好 OK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下次見 囉